清朝咸丰年间 江西宁都直立州石城县 有个小镇叫龙岗镇 镇上有个杀猪卖肉的屠夫叫汪长海 此人长得浓眉大眼 虎背熊腰 长相虽然粗狂 却壮实得如小山一样 一天清早 汪长海如往日一样起床 来到胡同口时 却听到一阵阵女人的哭泣之声 她心中觉得奇怪 大清早的谁在哭泣呢 汪长海寻声找去 发现前面一间房子里的灯正亮着 女人的哭声就是从这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陈进南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这间房子是镇上卖豆腐的胡大娘的 胡大娘年纪轻轻就守了寡 寒心如苦把女儿养大 女儿长大后嫁给了城里的一个商人 商人家境殷实 女儿日子过得安逸 前几日女儿把胡大娘接去城里生活 胡家的房子就租给了需要的人 汪长海知道胡大娘家的房子已经出租 却不知道租客是谁 他觉得很好奇 于是躲到窗户底下去偷窥 屋内是一对男女 男人辱骂女人 女人哭哭啼啼 女人踩顶了一句嘴 男人就几个耳光打去 女人又哭泣起来 汪长海看到年轻貌美的女子被丈夫肆意殴打 心中甚是愤怒 他生平最讨厌打女人的男人 大清早的折磨人真是丧尽天良 但转念他又气美了 他三十多岁还未娶妻 又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的不是呢 别人有那么美的妻子都不珍惜 自己想珍惜却没有机会 他吐了一口唾沫 骂了一句老天瞎了眼 摇摇头就离开了窗户边 中午十分 汪长海卖完猪肉回家 走到巷子口时 忍不住潮湖大娘家的房子看了一眼 此时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正好打开了大门 女子二十来岁的年纪 长得兵姬玉夫 恩 挪多姿 真是看人令人心动不已 汪长海整日在集市卖猪肉 见过的富家千金和少奶奶不下数百 却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 那女子正好也看到了她 火热的眼睛看着汪长海 嘴角露出浅浅的笑 汪长海直勾勾的看着女子 感觉心里像被烧了一把火一样 汪长海见到女子向自己微笑示意 心里顿时变得麻酥酥的 胡子拉长的脸皮变得滚烫不已 汪长海仔细一看女子 发现她的脸上有伤痕 很显然是今天早晨 丈夫打滴 汪长海看到女子脸上的伤痕 心中莫名的心疼起来 女子见汪长海直勾勾的看着自己 微笑着把门关上了 从此以后 汪长海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管有事没事 总要来巷子里走上几次 她一直在脑海里 回忆着女子的容貌 尤其是那浅浅的微笑 令她心持神往 她想着再见到女子一面 再看看女子一眼 可女子偏偏很少露面 汪长海在巷子里来回多次 也没有再目睹女子芳容 数日后的一天中午 汪长海卖完了肉 收拾家伙准备回家 就在她埋头收拾东西时 突然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叫她 汪长海抬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貌美的女子 正站在她面前 笑盈盈地询问她 是否还有猪肉 那女子一口一个大哥 叫得汪长海身上的肉麻酥酥的 汪长海双手颤抖 眼睛不敢去看那女子 她害怕女子看出她的心思 汪长海支支吾吾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说猪肉卖完了 女子听吧 微笑着说她明日起早来买 汪长海情不自禁地说 明日一早不用女子亲自前来 她会把最好的猪肉送上门去 那女子听吧 先是犹豫了一下 随后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就麻烦大哥了 大哥辛苦一天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女子的话中带着关切 汪长海第一次被女人如此关心 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滋滋的 汪长海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女子 注视着她离开眼前 直到女子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 汪长海狠狠捏了自己手臂上的肉一把 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她的心中洋溢着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第二天一大早 汪长海把猪肉贱卖 迫不及待地把生意做完 随后拿着最好的猪大腿肉去给那女子送去 那女子见到汪长海扛着猪肉前来 赶紧笑着出来迎接汪长海 女子伸手去挽汪长海的手臂 嘴里一边说着感激的话 女子挽着汪长海的手 汪长海向被惦记了一番 心中有说不出的开心和满足 汪长海把猪大腿肉放下 这才发现女子额头上有一个大包 汪长海看后怒不可遏 大声喊道 打你人的算什么好汉 有本事出来 汪长海怜喊了几声 房中却没有一点动静 那女子赶紧解释说 她丈夫一大早就出门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汪长海心中怒气微消 问女子她的丈夫为何经常打她 女子听罢眼面抽气 她说丈夫是个毒鬼 每天一大早就去赌场 天黑时分才会回来 每次赌输之后就打她出气 女子说罢 靠着汪长海的手 哭泣起来 汪长海怒不可遏 她大骂女子的丈夫 不是个男人 只会拿女人出气 女子听罢又哭了起来 她转身进去要取钱给汪长海 汪长海盲挥手说不用了 女子对汪长海感激不已 又忍不住哭泣起来 汪长海最受不了女人哭泣 尤其是自己喜欢的女人 汪长海心中慌乱不已 她劝说了女子一番 赶紧抬脚走出了女子的家门 两天之后 汪长海弄了几块排骨 给女子送去熬汤喝 这次女子被打得更惨了 眼眶被打得轻子 眼睛红肿突出眼眶 女子见到汪长海后 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放声哭泣 女子这次没有等汪长海开口 就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来 女子告诉汪长海 她的名字叫苏醒仙 原本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她的丈夫叫马明山 曾经是她家府上的护院 二人青春正盛 正是感情赤裂的时期 于是二人便私底了终身 苏小姐的父母嫌弃马明山家贫 而且又是家里的下人 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 家人反对他们在一起 苏小姐就偷了家里的钱 和马明山一起私奔到了这里 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苏小姐原本指望着 和马明山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 奈何马明山是个伪君子 她以一副道貌黯然的姿态 欺骗了苏小姐 底子里她是个吃喝嫖赌 抽样样战权的花花公子 马明山骗财骗色 苏小姐受她欺骗 生不如死 想着一死了之算了 苏小姐说到此处 哭着哀叹道 真是上天不开眼 若她能有你一半的贴心就好了 汪长海心头一热 劝说让苏小姐离开马明山 如果苏小姐不嫌弃她的话 她愿意照顾苏小姐 苏小姐一听犯了难 她说她不敢离开马明山 她担心马明山会杀了她 汪长海说这个不用担心 若马明山真的不放过她 她就先杀了马明山 马明山问苏小姐是否愿意和自己在一起 苏小姐说能遇到汪大哥这样的人 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当然愿意和她在一起 汪长海心中美滋滋的 她告诉苏小姐再忍耐几天 她很快就会帮助她脱离苦海 以后就加倍的疼她 汪长海回到家中后 把杀猪刀磨得锋利无比 半夜里汪长海揣着杀猪刀来到苏醒仙的门口 见到苏醒仙的房中还亮着灯就躲在门外观察 发现苏小姐和马明山正在吵架 马明山告诉苏小姐 你若再无理取闹 我就一刀杀了你 我说得出做得到 李娇太那么凶狠的人还不是被我宰了 汪长海听到马明山的话 把抽出来的杀猪刀悄悄放了回去 他突然觉得犯不着冒险去杀了马明山 既然马明山已经犯了命案 那就应该去县衙举报 这样一来马明山就会被逮捕处死 他不用冒着杀人的风险 就能除掉马明山 这种天大的好事何乐不为呢 汪长海拿定主意 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匆匆去赶去县衙报案 汪长海有个朋友在衙门当差 他把马明山杀人的事情告诉了朋友 朋友把情况上报县令 县令让汪长海的朋友带人去抓捕 马明山措手不及被抓个正着 与此同时 苏小姐也一并被抓捕了 汪长海见苏小姐被抓 急得赶紧对朋友说 抓错了 苏小姐也是受害者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凶手 汪长海的朋友对他说 错不了的 这一对私通杀人的男女 他们都是衙门要找的人 你的举报非常及时 否则他们又要跑了 汪长海听罢 顿时猛在了原地 他惊讶得目瞪口呆 苏醒先被捕了 他一改往日的疏离形象 劈头散发怒骂不止 他对汪长海咬牙切齿地骂道 你这个只会杀猪的蠢人 为什么你要害我 我真是又一次瞎了眼 怎么会找到 你这种男人来帮忙呢 原来 苏醒先非什么富家千金 也不是什么被诱骗的美人 他是南昌府一个唱戏的 在一次演出时 因为才貌出众 被妇人李娇太看重 强行将他那位小妾 李娇太年过六十 已经人老力衰 且又最新聚会 时常出门赴约 由于独守活寡 空房寂寞 苏醒先就与护院马明山 勾搭在了一起 最后 二人合谋偷走李娇太的钱财后 再私奔 一天晚上 苏醒先灌醉李娇太 偷走了他的珠宝和金条 就在苏醒先要准备离开时 李娇太突然醒了过来 李娇太见苏醒先 偷宝逃走 大喊家丁前来捉拿 躲在门外的马明山 冲了进来 李娇太叫他赶紧抓住苏醒先 马明山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一刀就杀了李娇太 李娇太丧命后 马明山带着苏醒先 一路逃亡 他们连续跨越几个州府后来到了石城县 抵达石城县后 二人租了胡大娘的房子居住 苏醒先原以为从此以后 就可以和马明山双宿双七了 却没有料到马明山很快就露出了豺狼本性 对苏醒先开始又打又骂 而且把苏醒先偷来的钱财 拿去吃喝嫖赌抽 苏醒先追悔莫及 他痛恨马明山 欺骗了他的感情 他身陷苦海之中 一时难以脱身 恰好在此时 汪长海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自从那天汪长海在门口与他对视之后 他就留意到汪长海对他有意思 苏醒先要脱离苦海 必须有人为他出头才行 于是他便想到了一条妙计 用自己的美貌引诱汪长海 让他杀了马明山 然后他再向衙门告发汪长海杀人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脱身了 为此 苏醒先使出了美人计 他利用汪长海垂涎自己美貌的心理 又使他成为自己的杀手 汪长海被苏醒先的美貌所迷 果然愿意为他杀人 但苏醒先没有想到的是 汪长海这个长相粗鄙 性格大大咧咧的男人 竟然在拔刀的一刻 听到了他与马明山的对话 听到了马明山杀死李娇太的事情 汪长海粗忠有戏 他当下决定放弃杀人 转而去衙门举报马明山 汪长海去衙门举报时 衙门听到有一对外地来的男女 在此租房居住 男子又曾经杀过人 于是查阅州府下发的通缉文书 怀疑这二人就是通缉要犯 于是衙役们前来抓人 果然一抓就准 潜逃了半年 毫无消息的两个杀人要犯 就这样被捕获了 汪长海得知真相后 吓得冷汗直流 差一点他就成杀人犯了 若不是在动刀前 听到苏醒仙和马明山的对话 他冲进去 一刀杀了马明山 回头苏醒仙到衙门告状 汪长海必然要背负杀人罪名 幸亏当初自己及时收刀 否则有可能小命不保了 苏醒仙此举 也是一朝鱼死网破之际 他也想到汪长海杀人之后 他去县衙举报 可能会被县衙认出是逃犯 但他眼下没有任何办法 马明山肆意折磨他 而且马明山天天输钱 有朝一日钱财耗尽 肯定会把他卖去青楼的 苏醒仙认为 他们从南昌逃到石城这个小县城 没有人会认得他们 官府的批文 也不一定能够及时送达 而且小县城的官吏 一般都比较疏懒 也许能蒙混过关 正是如此 苏醒仙才定下的这个美人计 连环计 苏醒仙遇人不输 他与马明山和谋杀死李娇太 又盗走李娇太家中的钱财 严重触犯了刑律 潜逃到石城县后 他又使汪长海谋杀马明山 苏醒仙的妙计没能得逞 因为汪长海不是一个彻底的莽夫 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抓住了这个关键细节 他在关键时刻收住了刀 也为自己留了一条活路 马明山 苏醒仙双双被捕 石城县令将二人压界到南昌府神里 二人勾打成奸 屠材害命 事实证据确凿 按照大清律力规定 二人斩首示众 结案之后 汪长海因为举报有功 获得赏银二十两 汪长海拿着手里的二十两银子 觉得沉重无比 苏醒仙对他没有好感 完全是在利用他杀人 汪长海心痛不已 常常叹了一口气 此案告诫后人 天上不会掉剑柄 美人不会无故投怀送报 美貌容颜背后 天言蜜语之下 也许包藏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和用意 苏醒仙遇人不输 遭遇令人同情 但他和谋杀人又不举企图连害两命 这一招着实太狠 美貌的皮囊之下 藏着杀人害命的心 苏醒仙被斩首并不冤枉 天上不会掉线饼 一切阴谋诡计 都是利用了人的贪欲心理 一旦被贪欲冲昏了头脑 则火焕不远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